俄乌战争两年半不禁消停 大量乌克兰人远走他乡 必战必服役 邻国匈牙利是其中一个目的地 不过匈牙利政府最近收紧的规定 乌克兰人只有来自政府认定的战区 才能够获得国家补贴的住房单位 数以千几的战争难民恐怕无家可归 或者被迫回到民不聊生的家乡 消息一出 不达佩斯西北方向的柯企村 就有几百名妇女孩童带着家当 被迫离开收容所 他们大部分都是流浪民族罗姆人 当地难民组织透露 单单是在柯企村 就有大约两三千人受到影响 目前也没有任何福利中心能够收留 联合国难民署促请政府 再三考虑收紧条件的决定 请不吝点赞 傻子 往下 傻子 wür moto 温茶 傻子 将其中心脚 糊截 赞 傻子